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如果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压力比较大的话 你们会做什么事情 会帮我疏解这样子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只能选择陪你聊天 因为我的工作也特别的忙 好的 我会就是抽空跟你一起出去 散散心出去玩一玩 就是做到劳逸结合 可以调节一下自己 我会选择带你一起打游戏 因为我很喜欢打游戏 就是打主机游戏的话很解压 就是会选择跟你一起出去遛狗 最后这个有意思 就是已经默认了 咱俩已经养狗了 年轻应该 而且还call back了一下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你要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来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好 来三位女生请回 好的 最后你跟女生有话要说 好的 最后你跟女生有话要说 我觉得这个性格或者说事业上 包括我们平时一些习惯会比较相契合 然后我平时可能工作会比较忙的话 但是我会兼顾到就是事业和生活或者是感情方面 然后当才你说一起去打游戏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浪漫和温馨的一个场景 对 也是我比较向往的 好的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比您大 对 然后您可能会后面至少一到两年的时间 可能会注重在事业上面 对 我还是比较想在三十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的 对 不好意思 好 再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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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好